我们先来关心流感的疫情还没停歇 而根据疾管署的疫报 上星期新增42例确认死亡的病例 创下近5年来 单周最高纪录 同时B型流感死亡人数也创下4年来的新高 累计从去年7月份开始到现在 流感已经夺走了163条的生命 其中一位住在台中的10岁女童 本身有癫痫神经痛的病史 但是打了疫苗却含罹患了B流死亡 医生说就是因为打了 没有维多利亚珠型的流感疫苗 好 谢谢大利西 雷达流感的疫苗不想得流感 单一名住在台中的10岁女童 打了疫苗却还是染病死亡 根据疾管署的资料 这名女童有癫痫神经痛的病史 去年10月打了流感疫苗 今年2月22号出现发烧呼吸困难 当日送医急救后 因为肾衰竭肠胃道出血不治 经过确诊是B型流感 目前还是以维多利亚珠为主 所以虽然说接种到疫苗 不过是因为有这个 不是很吻合的一个状况 所以可能是导致这个疫苗的保护力 不是很理想 原来就是打了没有维多利亚珠型的流感疫苗 根据疾管署的资料 上周新增240例流感的重症 审查42例与流感相关的死亡案例 但从去年7月以来 已经累计1663例重症163例死亡 而企业逼流的死亡病例数 累计16例也创下近4年新高 42例当中只有3例有打疫苗 那这3例当中 我刚刚讲的10岁的女童 另外2例有打疫苗的话 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 其他的39例没有打疫苗 一是提醒流感的死亡患者 多半是有慢性的病史 加上高达9成没有打疫苗 才容易致死 尽管现阶段的疫苗保护力 没有百分百 但有打比较能够度过流感高峰 UTN TV李文浩张艺华台北报导